总统蔡英文今天南下 市岛陆军航特部飞行训练指挥部 阿帕契直升机呢 维修保养首度公开了 让蔡总统大战飞行员训练 真的很专业 都是第一 此外呢 蔡总统也受到陆军 五四公兵群的女兵们热烈欢迎 不只是现场直接对总统大喊 我爱你 何赵首还比出猪咪的小爱心 大声唱歌欢送 南下市岛陆军五四公兵群 总统蔡英文受到热烈欢迎 女兵合照比出猪咪小爱心 更大声唱歌欢送 即使农历春节即将来临 国军灾访演练不马虎 模拟地震造成灾情 爆破炸药清除障碍物 国军也模拟台风来袭 水情灾害严重 紧急开设集水战 这个机动式进水装备 难得曝光 只要四道程序 就可以将污水或海水 净化成民生用水 他每日可以工作二十小时 可以产生二十二万加轮 可以供十一万人 每日的饮用水 除了工兵部队 蔡总统也试导陆军航特部 飞行训练指挥部 阿帕西直升机的维修保养 首次曝光 看到了两个第一 第一个是飞行员训练第一 更训练出首位女性运输 运输直升机作战机队 飞行员陈彦珍上尾 第二个是保修专业第一 我并不是一出生就具有飞行天分的飞行天才 反而是靠着自己后天的努力 以及教官的辅导之下才能站在这里 不只为辛劳的国君打气 蔡总统也到仁德名职宫上香还愿 感谢乡亲支持顺利连任 也呼吁民众听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示 并支持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华视新闻 最高彭冠联 刘焕生 台南报导